医院地图监管爸的先知跟佣兵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跟监管爸 区域顺点的医院 监管顺点鸟笼 所以我们开局肯定是被守之的目标 开局先在附近连个电厂 往鸟笼方向看一下 确定起心跳了 这个都有发个信号 在楼梯的方向等一等线管 心跳越来越大了 但看不见人啊 去二楼看一下 你怎么能在二楼吧 太好了 是路头我们没救了 直接掉电再翻窗 还阴差阳错地走掉了一个钩子 利用板坛加速快速拉开神尾 现在就可以安全地转进小木屋 但是我不知道队友在这里修机 直接溜到队友一点上来了 路头放夹封窗了 现在先尝试躲钩子 但是他把板子后面的牛仔给勾过来打了 告诉我这是傻音 我这里都想准备修机了 为什么打了一道牛仔坛还追我呀 我都以为要换案追了 现在身位别拉近 只能在这个小转板不易专头了 不过一捂的不易这不随便 卡了 受伤 持刀加速进入无敌废墟 赶紧躲进障碍步 防止被路头勾到 到了无敌废墟 就可以展示我们求生者的魅力时刻了 先把板子下掉 开下路头的位置 从窗户那边过来 还被夹子封路了 好了 现在无敌废墟不无敌了 借助板坛加速赚出废墟 我哪个都啊 直接散现 这时候叫友人问了 鬼老师鬼老师你还挣个单呀 都溜不动了你还挣个单呀 真 路头就秒直接电加三距离杂板 重新转点进医院 这个位置足够我们进入医院阿龙 但是路头好像钩子能位移呀 转不进阿龙的往回走 直接飞轮躲到 再次翻窗加速往前面的板去走 不是告诉我的钩子弯的啥 路头没钩子了 那就再往前面拉远一点 注意路头的动作 点照顾能往前走 再往后走 躲掉出钩 也是成功被叫父 所解救赶紧能把板子下了 手里他又被勾了 王阿龙跑 在这个洞跳下来 还能再溜一层 已经溜到队友来支援了 路头被迫换队 简难 又是溜路头 我们彻底没救了 假装温暖往前走再往右 再次成功躲掉出钩 路头又是原地 骗我飞轮了 但是我飞轮还没好 正因为他这几次评定的空隙 我转进前面的板去 看到动响路头就秒直 这电架打板 哎呀这个细节真啊 转进前面的一板一双 直到这里监管的传先没交过呢 路头钩子空了 向往前走了 但是他有闪现 我肯定得死 所以我打算在这里 翻窗 加速 再往后走 也能够 hardest 再алог обще相当 た迷路 你 啊